嘶 怎麼樣找到了嗎 我讓全體員工都去找了 就是沒有找到那個橙色的盒子 這可怎麼辦 郭總那個盒子有重要嗎 你說呢 那裏面有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重要了 喂 爸 學費湊得怎麼樣了 學校又催呢 你不著急吧 湊夠了爸給你送過去 馬上就開學了 如果還湊不夠這可怎麼辦呀 你放心吧 學費的事兒 爸想辦法 啊 顧總顧總 想起來了 今天你讓我把那個廢紙箱給那個大眼 我把那個橙色盒子也給他了 整天都不宜 你去打安排 哎老闆 請問 你這裡有沒有 無論的廢紙箱子 沒有 不要在我們公司門口收垃圾 有損我們公司形象 嗯 哎呀你看那叔叔好可怜啊可不是吗 听说在家里四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跑上大学了 现在啊学费还没操够呢 那光靠说个问题 什么时候再把钱凑齐啊 哎可怜呢 我们一说 你去把咱们不用的纸箱子 给那边叔叔 好的胡总 哎等一下 谢谢谢谢 喂我们该一起找他 人呐人呐 老板 你们是在找这个东西吗 对对对 您是一直在这等我们吗 对的老板 这里面有好多钱还有文件 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 所以啊 我一直不敢走 在这里等你 给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 太叔 这些钱啊 您拿着 这些钱啊 我不能要 你们的钱啊 又不是大口花来的 你们赚钱啊 也不容易 叔 这一万块钱 您一定要拿着 今天啊 真是太感谢您了 谢谢你啊老板 但是 你只给我留一个电话号码 以后啊我好管你 你去车上把礼品拿过来 我过相亲手触摸 望过要的每一刻 谢谢老板 留下的石头的脚印 是不是值得 来 叔 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啊 务必要收下 不来老板 你已经给了很多钱了 叔 您就收下吧 谢谢老板 小李啊 你把这一千万支票 还有合同收好 好的胡总 胡总 这里面的钱呢 我全给刚才那位叔叔 小美啊 我问你 当你在最落魄 最需要钱的时候 意外的 发现了这个盒子 并且 这个盒子里面 有一大笔钱 你会像那位叔叔一样 记得住用吗 是 是 我记不住 是啊 只有心存善念的人 才会有好事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证后再拨 请查证后再拨打的号码是空门 请查证后再拨打的号码是空门 再拨打的号码是空门 请查证后再拨打的号码是空门